好,我是哈勃爸爸王建军 我是在香港回归没多久就来到了美国 当时呢我在中国做生意 以前呢我是大学老师 教什么呢和AI有关联的 我是教自动化的 那么大学毕业以后呢当老师 然后呢又开发了一些软件 还有发明了几个专利 在中国一直在做生意 那么来到美国以后呢 也主要呢来从事呢中美两国的一些贸易 在这个在美国和中国来回跑的过程中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华人不管走到哪里都在鸡娃 但是鸡娃这个方向 我感觉呢有点问题 所以呢在2016年开始呢 我就开始踏声的几乎救救孩子吧 那么我现在呢主要从事的这个职业呢 就是到处的演讲 让天下的父母不再焦虑 让我们的孩子 自由自在的快乐的成长 那么现在呢很多人都说呢 哎王爸爸 你为什么呢这么热心的来传播 叫金星的散养这个育儿理念 我想的话呢 连我这样的人都能成为所谓的精英 那么我们的家长都放心 不要再急吧 你的孩子呢 如果按照正确的方向引领 他一定会成功的 这个的成功 不是我们所 家长眼中所看到的 你必须到哈佛 你必须到普林斯顿 不是的 每一个孩子呢 他都有天赋 我们家长的作用是干什么的 就是要引领他们 找到他自个的天赋 把他发展到极致 那么你就成功了 我的人生的话呢 比较复杂 我在初中之前 我主要的工作呢 是打球 打篮球 打手球 踢足球 我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体育生 我们年代的体育生呢 他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打球 一个是打人 所以的话呢 就是别人眼中的 小混混 小流氓 这样的混混混 混到了 初中毕业了 同学们都考上名校了 好的高中 我们那时候已经有重点高中了 好的班级 那么我呢 哪也去不了 孩子在原来的 那个不好的学校 待着 我的妈妈呢 看到很着急 我不着急 不知道 还没玩够 投了我们家一百块钱 那时候一百块钱 是很大一笔钱 我干什么呢 趴华山去了 华山呢 西越华山 风景特别的优美 到苍龙里 确确实实是苍龙里 那个时间呢 有个千尺窗 白尺侠 在我偷钱去华山之前的 一两年 发生了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事故 很多人呢 从山上呢 就滚下来了 因为五一节 人太多 所以呢 我们所有的家长呢 就严定我们的孩子 不允许上华山 那个时间呢 我考试考不好 又没什么心情 怎么办呢 上华山去转一圈吧 偷了钱 上华山 很害怕 我就急急忙忙的上 急急忙忙的下 华山有东南西北中 五个风 用不到十个小时的 上去和爬下来 大家可能呢 华山没去过 自古华山一条路 那么有个电影 叫做智取华山 那么在五月中呢 华山是最险峻的 那么就这么上 就这么下 回来以后呢 我一看呢 还剩点钱 这个钱不能拿回家呀 直接和我的朋友 买了个烧鸡 我肚子钱填饱 再发生什么事再说 回家以后呢 就闷头就睡 我的父母呢 就很担心啊 说这孩子怎么成仙了 怎么光睡觉不吃饭 他不知道呢 我肚子里呢 拥有一个烧鸡 才能饱饱的 那个年代吃个烧鸡不容易 哎 吃饱了 喝足了 父母着急了 据我母亲说呢 我这一觉呢 睡了将近四十八个小时 你那累成什么样子 在这期间的话呢 我妈也揍我 十六岁的初中生 你打是不疼的 哎 我妈还有个擅长的话呢 是揪我耳朵 揪不起来 太困了 过了若干的时间 我突然间听到了 哭泣声 哎 我给醒了 哎 我说妈怎么了 我妈在哭 我妈是个女强人 从来没哭过 在我们面前 从来没哭过 非常坚强的人 我这一话的话呢 把我妈画匣子打开了 妈妈说的话呢 你呀你呀 你让我操够多少心吧 从你懂事 你生病 我有什么呢 心肌炎 昏脑子 送到医院 然后的话呢 你好好得病吧 你还体育特别好 从此呢 开始呢 打架斗殴 每一天都有人来告证 对吧 你说你 现在人家都要考大学了 你还在这么玩 能行吗 哎 我说行 我说咱不哭了 咱说有什么要求 你可以不哭 我妈呢 抽气着 那你能不能考上大学吧 我说行 妈咱不哭了 你不哭 我就答应你 我考上了一个大学 而且呢 我还给你考 考了一考大学 你信不信 我妈说呢 信 绝对信 哎 搞体育的话呢 有什么特点 讲义气 对吧 特别是大家都的 搞体育的人 都讲义气 义字当头 我妈把这话说完 我也吧 答应了妈妈 妈妈呢 就把我拉出去了 就一看了 我老爹啊 做了一大桌子饭 已经热了好几次了 一看我出来了 高兴了 这孩子啊 还没饿死 赶紧吃饭吧 那么多小时没吃饭了 我就赶紧吃 吃完以后呢 那时候正是女排 三连贯的阶段 大家都在看电视 从此以后 门一关 我就开始了 学霸争 所以的话呢 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 不是你爸妈给的 就是书本给的 或者是走世界 激发了你一个潜能 把这个潜能 一旦激发起来的话呢 我立志 我就能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么大家也知道呢 我们家二儿子 对吧 一个学长 一直到了八年级 他的同班同学 像你们赵总 同班同学 人家呢 都在好好学习的时候呢 他都考试不及格 那么又是什么 把他激发起来的 这就是我们金星三远 所触发的一个灵感 怎么金星的三远 让他具备了 冲击学霸的能力 并不是说的话呢 任何人 你想冲击学霸 都可以冲击的 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你要具备 两个条件 这是我认为呢 是最基本的 一个呢 是身体好 高体育 第二个的话 广泛的阅读 当年呢 我是孩子王 不学习 就干什么呢 就听故事和看书 为什么要看书呢 目的很纯洁 就是把这些楼楼子们 给轮到我的身边 用故事来打动他们 水哦 这个我们老大会讲故事 会抽烟 会喝酒 会花拳 啥都会 所以呢 为了啥都会 我就完美的看书 那么很巧合 阅读和体育 把我的根本给雇了 所以呢 我们在世界民校学生 家庭交易手机的时候呢 就讲了 快乐你的身心 是干什么 是运动 雇你的本 是阅读 两个技术打好了 想成为学霸 那么就跟 王老师来学 如何高效的学习 使用 我们家发明的 叫王建军学习法 那么现在呢 儿子已经比我有名了 所以叫做王远学习法 很快很快的话呢 我是半年 就成为学霸 那么我儿子的话呢 也用了很短的时间 就成为了满分先生 号称的科学家 他在高中的时候呢 从一个学诈 突然变成学霸以后呢 人家给他起个名字 叫科学家 就用我们的这套 学习方法 高速快速的追上别人 超过别人 把别人呢 甩到后面 这就是 成为学霸的几件事情 那么 后来的话呢 我就在总结 就是像我这样 和像我二儿子这样 像我二儿子吧 更厉害了 随便一学习 跑哈佛去 而且呢 还是呢 所有的名校在争抢 刚才呢 我们也聊过天 没有申请大学 人家说呢 赶紧申请了 都录取了 是不是不到我们学校啊 赶紧补一个 是谁说的呢 是哈佛大学说的 那么 像我们这样的一些渣子 别人看作 渣的不能再渣的人 都能闲鱼翻身 那么你们的孩子的话 比我的优秀多了 起步比我高多了 你们还愁什么 你们还焦虑什么 孩子一天 做也没做 焦虑 孩子考试呢 九十九 焦虑 九十九了 焦虑 零蛋我都不焦虑 所以的话呢 所有的人听过 我的课以后呢 他们都说的话呢 我不再焦虑了 连王建军 他都能这样 连那个傻儿子 都能进哈佛 我焦虑什么呢 不焦虑 照样能 走进他 新一德大学 能干什么呢 能从事他喜欢的职业 所以 我们这套书 不是鸡娃的 而是告诉呢 我们所有的家长 在十四岁之前 如何引领孩子 全面的发展 成为一个自驱娃 自驱力的培养 是我们整个课程 和我们整个 金星三阳的 最终目标 我们的最终目标 绝对不是让你唱哈佛 不是让你唱普林斯顿 那么我们的 我们家大家也都知道 对啊 我们家三个孩子 都非常厉害 老二 哈佛 哎呀 好听 老大呢 实际上也很好听 也要进名校 他没有选择名校 到了普通的学校 那么现在呢 更出财富 三十岁 财富自由 做金融做的 风尘水起 那么小女儿的话呢 大概率 不会进名校 但是呢 她会选择 她喜欢的 她的学习很好 唱歌呢 是去年的国际比赛 FOP的冠军 那么刚才呢 在华语 在卡拉基的表演中呢 是一个领唱 大家一听一看的话 哇 这声音 那么 她要选择什么路 从来不管 因为呢 我们只管到 十四岁 青春期之前 青春期之后呢 大家都问我 王老师呀 我们家孩子十四岁了 这问题 那问题 您能不能 支个招 我说我能支招 因为我十六岁 逆袭的 但是的话呢 我很多的经验 都是在培养我们三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所积累的 我不讲理论 我也不讲心理学的 整个的心理过程 我就讲实用的案例 从我的案例 从我三个孩子案例 以及在我成长过程中 我大概十八岁的时候呢 我就领导了六七十个 我同龄人 从早上的吃饭到晚上睡觉 都是我来管 那么我总结了这些人的经验 再加上呢 从2016年到今天 八年的历程 我培养了很多很多的 这些学生 也带领了很多家庭 我知道他们的问题所在 往往的话呢 我给出最简单的办法 让孩子呢 走向 他应该走到那条路上 我经常给他们说呢 不要包班了 停了吧 家长的话还怀疑 停下来的 都不错 没有停下来的话呢 都很累 太夸张 这个班呀 我就觉得这个钱 好像是从水漂过来的钱 拉过来 报班 拉过来报班 他吃咸菜 他吃白菜 给孩子去报班 上些的话呢 莫名其妙的 没有用的 这些班 所以呢 补习孩子人 那么在 《兴趣为为王》的这本书中呢 我们讲到了 我们每一个孩子呢 要从事体育和艺术 让你从事体育和艺术 不是让你从事 不是让你花钱 来从事很多很多的体育和艺术 而是广泛的培养 谁培养 我们家长 家长说的话呢 我不会搞体育 不会搞体育 会走步 会跑步 这就叫体育 音乐 我不懂音乐 会听步 会看步 会到博物馆去转转步 这些都是艺术啊 广泛的培养孩子 突然间孩子说呢 我要做什么 那个时间 再交钱不完 莫名其妙的钱交出来了 家里的东西啊 那全都成古董啊 钢琴 古董 哇 那么大个 对吧 小提琴 古董 夹子古 古董 一看他看他 全都是他孩子要求学的 买来了 不学 怎么办 所以的话呢 在我们整个的这套 精心采养的体系中 兴趣为王 在兴趣为王的技术上呢 我们从五个层面 来引领孩子 孩子呢 不进名校 我都觉得不可能 我经常说一句话 是让你的孩子 来选择学校 而不是让你的 让学校 大老厨的话呢 来选你 是吧 这一个字 主卫兵的 一个道指 那么你就不会焦虑了 培养我们的孩子的 全面的素质 是我们家长的责任 千万不要 光盯着这些名校 名校会给你 很多的机遇 非名校 也会给你 很多的机遇 培养三个孩子的过程中呢 老大呢 那没办 聪明 漂亮 像明星 什么都好 他的话呢 不带股 我不太管他 但是我管呢 是体育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 我们家孩子 四岁多一点 我住的是一个 叫townhouse 离路边呢 也就是个五六尺 宽的距离 我就搞个篮球场 带我们孩子开始打篮球 孩子皮 你不用教他 天天的惹事 跟他爹一样 但是呢 他的交集面很广 所以呢 他很快呢 就融入到了 当地的孩子中 成为了孩子王 学习吧 美国这个学习的话呢 就不用学 他学得多好 所以呢 他管的不太多 但是呢 阅读 我们没有放 从小呢 就给他阅读 阅读完以后呢 我还有个剑毛病 说呢 给爹讲一讲呗 这讲的啥故事啊 孩子没事给我讲故事 讲完故事以后 你会发现呢 他这么大 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领导 就是能说 整个说话的逻辑性 特别强 那么很多的家长就问 王老师呀 这我们家孩子天天读书 这作文的话呢 怎么不会写 对啊 我让他说呀 你说完了以后呢 录音机 把他一录 手机给他一录 转变成文字 润色一下 一边好文出来 说这个润色从哪来呀 读书啊 在读书的过程中呢 有贩读有精读 在精读的过程中 把些好的词汇 画起来 成语画出来 背一背 看一看 想一想 写作文不就有了吗 所以老大呢 还是体育和阅读 那么最有趣的话呢 就是我这个上哈佛这个二儿子 在培养他的过程中 那可是费劲了 我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呢 来接管他 说的话你怎么接管他 孩子不在你身边吗 在身边 老人带 老人带的话呢 我们进不了身 防守做得比较好 压根一天跟孩子说不了两句话 都跟老人就给拽走了 那么这个孩子呢 在了美国 不会说英文 听不懂英文 中文倒不错 但是字不认识 有一天的话呢 孩子被人欺负 我说的话呢 你看我这么壮的身体 对不对 他个子也那么壮 他怎么能被欺负呢 再这一看 人长得瘦瘦小小 再一观察 不吃饭 说不吃饭怎么活呢 光吃饼干 他呢爱吃饼干 所以每一天的话呢 这两个老太监 把饼干呢 就刚一去床 不夸张 就把饼干送到床前 请享用饼干 我都想啊 这个饼干这么干 他怎么一起床 他就能把饼干吃进去 这是我百思不得气节 我现在我还实验过 我吃一点就把我噎死 他就喜欢吃饼干 那么在饼干 吃饼干长大的孩子 他能壮 身体不行 学习呢 刚才说的 不懂英文 一考试就临大 那么中文好了吧 到了中文学校吧 仍然是临大 为啥的话呢 就压根就专注不了 每一天的话呢 人不行 打谁打不过 还特别的话呢 东摸摸西摸摸 东看看西看看 没有专注力 就这样吧 孩子怎么办 摆到我们面前的话呢 管还不管 不管 得 孩子 废了 身体不好 肯定费 那么管就要和老人 发生冲突 在美国的话呢 我就发现了很多的家庭呢 都有三代来构成 因为的话呢 咱爸妈确决失忙 新移民不容易 那爸妈妈来了后呢 就带来很多很多的家庭的冲突 那我就告诉他吧 以我的经验的话呢 一来先制定家庭公约 把每个人的职责 先规定起来 其中呢 对老人的约束就是 大麻一回家 你赶紧过车 该关门 翻门 到你屋里 到你屋里 该出去留玩 出去留玩 千万别干涉 假如的话呢 这儿女要训 所谓孩子的时候 要教育孩子的时候呢 你赶紧跑 如果你不跑 你肯定拉架 你这一拉架呢 矛盾就极化 而且这孩子的话呢 被你溺爱的不得了 哪一个老人呢 说的话呢 他不溺爱孩子 我是不相信 我现在带孩子呢 所有的家庭都说的 以后王老师带孩子的话呢 有原则 有这有那 我说我绝对不带我孙 带不了 你的溺爱是天性 你不溺爱 你不是 就不是我们所说的常人 那叫神仙 咱一般人都不是神仙 你控制不住的这种念 我们把这个家庭条约和合约 建立起来以后呢 孩子的作息时间 非常非常关键 那么我就开始从呢 孩子的作息时间开始 主打 孩子要活下去 吃饼干 别给吃死了 身体太弱了 或者出息了 被人欺负死了 被人打凌死了 对吧 所以的话呢 有很多小孩被人霸凌的话呢 我说的 说的王老师 我们家孩子在需要被盘了 怎么办 我说很好办 去锻炼身体去 你锻炼半年 而且你锻炼半年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告诉你孩子 你千万强壮了以后呢 不能像别人霸凌你 要欺负你 否则的话呢 这个孩子呢 强壮以后呢 他肯定要欺负别人 因为的话呢 他心理上已经有被欺负的 种子埋下 他强壮以后呢 他人为的 这是控制不了的 他人为的会欺负别人的 所以的话呢 我说你给你们孩子说 对 不要霸凌别人 说那我们孩子成为这个样的 我们怎么霸凌别人 我说呢按照我的办法 总有一天 你的孩子是同龄人中最强壮 把预防针打好 我给我们孩子 你经常说这 咱们不再欺负人的啊 你看人家欺负你 你是不是很难受啊 对吧 你哭 对吧 还不敢说啊 对吧 你将来欺负别人是这样 对吧 不欺负人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点呢 开始练体育 练体育的话呢 人家都说 汪老师 功力心很强 干什么呢 把孩子送哈佛我拉走 我当年的目标很明确 就让我孩子不要被欺负 好好的活下去 什么哈佛啊 这个想都没想过 目标是锻炼身体 过程就简单了 假如呢 你要培养冠军 你累死 对吧 你看你孩子呢 总是达不到要求 我的话呢 我们孩子呢 总是能达到要求 为什么呢 他不管做什么运动 做得好和坏 我都觉得好 因为呢 他至少跑了几步 至少呢 吃饭呢 吃进去饭了 至少呢 蔬菜他吃了 随着呢 他身体的越来越强壮 那么我们就发现了 问题来了 学习不行 学习不行的话呢 人家老师的话 都不管你了 美国的老师 对吧 美国的老师呢 有一次 大概在四年级 家长会 前十四分钟的话呢 十五分钟 前十四分钟再夸 我英语也不好 我也不听 我就等着最后 那个但是呢 哎 但是来了 说 但是呀 王先生 看看您孩子的成绩蛋 啊 您拿回去看 时间到了 十五分钟 老师和家长 面子都给了过去 因为我成绩蛋还没看 出了门 我成绩蛋一看 哇塞 这还有意义呢 哇 整个的灵蛋啊 我孩子挺好 这孩子呢 在门口等着呢 说他跑过来 说爸妈妈妈 老师说我什么了 我定了个两个 然后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 怎么回事 哎我说你这孩子啊 什么都得进步 连学习进步咋也进步这么快呢 你看你各科 成绩提高了很多呀 你怎么学习的 因为呢 我没事呢 就跟他念叨 我的学习的六部曲 他说爸爸我告诉你 要想学习好 一二三四五六 给我说完了 我说呀 怪不得爸爸学习不好呢 早知道了 爸爸也学习好了 从此以后呢 孩子没事 就给我交出他的经验 爸爸 考试又进步了 我说你现在得多少分啊 六十分了 哎 哎呀 又长了二十分 对啊 怎么长的呀 又把他学习方法 说一遍 所以人家这样说 他说王老师 你这个学习方法太复杂了 我不复杂了 哎 你就把他当经验 念着念着 你孩子长大了以后呢 他自然条件反射了 他就知道 该这么学习了 对吧 到了高中 他就知道了 我要当学霸 他就把我的方法 又朝前 走了一步 那么 我们家孩子呢 学习好 是有原因的 金心的散仰 憋光散仰 的金心的引领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 十四岁前 金心的引领 十四岁后 大胆的放手 在引领的前头的话呢 十四岁之前 我们要什么呢 看四三岁 十则金心的引领 这是最难做到的 那么我的粉丝 非常的多 当然的话呢 这个粉丝都不是我弄的啊 我到处演讲以后呢 他们就过程 录像 录完相的话呢 有我的粉丝 就把这些视频呢 放到了 抖音啊 快手啊 这些 包括小红书 最近我看了个小红书 他说 汪老师 你又做号了 我说没做号 你有六万多的粉丝 哈佛爸爸 王年军 我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最近的话呢 好多航上事件更新了 为什么呢 汪老师没演讲 所以他没有素材 可以提供 那么抖音当时呢 做到七十多万 七十三万 也是一个粉丝做的 那么这种理念的话呢 很简单 但是呢 很难操作 第一个呢 要求我们的父母心大 在任何情况下呢 你的 你的守住 守住你的 什么底线 就是说呢 我们的孩子 他的好好的培养 好好的活着 身体健健康康的 其他的名校啊 这啊 那啊 挣钱啊 那都附加的 有 你就高兴 没有 你也可以 对不对 目标 定的越低 孩子 的目标 他定的就越高 所以呢 我们就提出了 我们今天思想中的 一个原则 叫高目标 第一要求 我们的孩子 早立志 立大志 我们家长呢 拖后腿 还行啊行 别那么累 上什么哈佛呀 上个潘斯队的就行了 上什么潘斯队的 上个社区大学 也不错呀 哎 在这种要求下 孩子很放松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孩子呢 压力这么大 就是呢 这个眼睛 盯得太多 大妈 四只羊 一夜奶奶 四只羊 姥姥老爷 四只羊 十二日眼睛 天天盯着孩子 孩子为了防御你 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来对付这十二个眼睛 十二只眼睛 就是他累不累 他哪有心思专注去学习 每天呢 拿出书本的话 他先想的话呢 我爸妈肯定觉得我在打游戏 对不对 刚拿出电脑的话呢 我爸妈肯定就觉得 我没有在写作业 他每天呢在防御 防御起来呢 他哪有精力 来好好的学习呢 我们家放开 打游戏 打 玩 玩什么 玩 没问题的 但是的话呢 给大家讲一讲 我当年在腾讯的话呢 专门给他们讲过 我说的话呢 游戏是好东西 我其中呢 两项专利是跟游戏有关 但是的话呢 怎么让孩子有自控力 那是我们家长 要早早地做到 你做不到 你就完蛋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孩子 都打游戏 我们家还在打游戏 人家就能控制住时间 就是要自驱力 有了自驱力后 你会发现呢 孩子把他的所有的时间 控制得好好的 即使呢 再有个诱惑 他也不会呢 玩命的 像我们所有的那些孩子 我有时间见到个孩子 我这一看 哪个孩子有问题 有一天呢 我是在日本 一个道理 一个小孩 上了撤了一红地铁 朝地下一坐 这个孩子还比较奇葩 人来人往呢 这个车 他一进来 他地下一坐 我心里想啊 你不怕给踩死啊 这孩子 书包 散了一地 对吧 哪个游戏 那个眼睛这一看啊 中毒 所以呢 这个时间呢 你得引领 怎么让他控制住了 你再给他手机 再给他电子产品 没控制住的时候呢 这跟吸毒没什么区别 因为的话呢 我们作为一个软件的开发者 一个游戏的开发者 我天天都在琢磨 我怎么让你上一线 对吧 你说一个大人 几千个大人 来收拾你一个孩子 不容易吗 所以呢 把所有的东西 能吸引你的东西 元素 我全嫁进来 所以你的小朋友 你能战胜过我们 这些软件开发者 不可能的 所以呢 只有让孩子自屈了 自控了 自律了 给他收集 他也不会玩命的玩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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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